第九十七届国际狮子会大会游行在多伦多热闹展开 全球一百二十个国家地区 超过两万名狮友和家人一同参与这场活动 游行队伍里有些国家由乐队代理 也有狮友穿着传统故事 西班牙甚至表演甩鞭绝技 连甩了好几下民众随机鼓掌欢呼 台湾则用舞龙舞狮和电音三太子助阵 进民众上前拍照 台湾队伍光是台湾狮友共有五百多人 再加上多伦多台桥一百多人 超过六百人参加 阵容相当壮观 台湾狮子会最近几年在整个全世界 包括捐款 包括LCF 包括会员成长 都是世界第一名 所以说台湾狮子会在全世界 将是第一名的狮子会 国际狮子会大会 每年在不同国家轮流举办 台湾代表黄铭聪也表示 台湾大约在二十几年前也曾主办过 狮友们参加活动 多了遭流机会 也能借此饱览举办活动的当地全世界风光 过三十年 大约是围莲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